客人拍下照片 烧肉店的调味粉罐倒不出来 一打开罐子 里面粉状结块 还有一包干燥包 到处来发现 调味粉有干燥剂颗粒混在里面 这位客人 时候PO文 8月19号晚上11点半 到连锁烧肉店的缝甲店用餐 首先发现了调味粉罐受潮硬化 干燥包破掉 干燥剂颗粒掉在里面 吃到凌晨1点20分 一名女店员很急促的告诉她们 麻烦加快用餐速度 但客人指控 一开始店员就没告知用餐时间 还赶客人 而且她查了官方用餐时间是两小时 最后到Google发照片评论店家 还被删掉 被指控的店家表示店长不在 致电给客服务手开会中 结稿前没有回应 那现场躺柴有相关违规情势 将立即以史安法第8条规定 立即要求业者限期改善 借其为改善者可处6万元以上 2亿元以下罚还 至于店家服务态度 卫生局表示也将一并补导 但客人的用餐感受恐怕已经大打折扣 TVS的赛事由罗欣 台中报道 请大家订阅按赞 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 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 国内大小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